好 接下来我们学习教材的第12章 国际税收税务管理实务 那这一部分内容从考试的角度来说 属于一个次重点 每年的分值差不多在8分左右 除了会考到一两个这个选择题以外呢 还经常在计算题里出现 好 那计算题经常会跟这个企业所得税呀 还有这个增值税呀相结合 所以咱们到时候会把这个 他们相关联的一些考点进行一下 这个整理 归纳 方便大家去进行复习 另外就是本章呢 学习难度应该说是最大的 其中呢 尤其是境外以纳税款的抵免部分 很多同学学过之后都会觉得 还是搞不清楚那个原理 还是不会做题 好 确实这部分难度在这摆着啊 在大学里可能要学一学期才能学的事 咱们在这呢 要花几个小时 给它全面系统的全部都给讲出来 其实是不太现实的啊 是mission impossible啊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我们这呢 针对考试啊 可以把其中的重点给大家归纳出来 好吧 咱们呢 要主次分明 不要面面俱到 这是关于本章的一个 这个考试的分值 以及它的学习的特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它的内容结构吧 好 这块呢 国际税收里边 咱们首先说到了一个概念 就是国际税收协定啊 什么叫协定 那协定到底是 有一些什么样的条款呀等等 咱们做一个了解 另外就是 非居民企业的税收管理 好 这个是相对可以出道大题的这个部分 好 说到的是非居民 比如说那些在中国有机构场所的呀 或者是在中国连机构场所都没有的 那些个境外的纳税人 他们在中国产生了一些应税行为 应该怎么去纳税的问题 这块就会跟增值税呀 企业所得税什么的相结合 好 接着就是境外所得的税收管理 尤其是我们说的那个境外依纳税款的抵免 这块呢 本来是跟企业所得税有关联的 但是我们在企业所得税里没讲 专门放到这儿啊 这个专题里来说的 好 还有一些像国际返币税呀 什么转让定价的税务管理呀 以及国际税收征管合作呀 好 那里边其实内容也挺多的 你说他不考题吗 也有可能啊 有可能 但是大多数情况都是考到选择题 所以基于我们这国际税收这个 信息量的一个巨大的这个现实 好 那我们不能面面巨道 所以呢 我们会有选择的来挑一些 老师认为可能考试的几率会比较高的内容 来进行讲解 好吧 那其他的内容就是大家课下 有兴趣自己去看一下好了 好 那通过我们的这个框架 大家会发现 哎 其实这个国际税收里边 最核心的部分还应该是计算 好 咱们要把这个计算的问题重点把握 因为会考到计算题的嘛 是吧 这个点其实是比较好预测的 而至于选择题的考点 那就太随机了 任何一个地方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几乎都是盲区哈 那每一个点其实都可以拿出来那么几个关键词 靠你选择的 好 所以那些点呢 咱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去全部百分百的去给它覆盖 去全部给它这个掌握啊 所以也是来选择着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好了 那如果你的复习时间有限 那你一定要放到这个重中之重上 把它搞清楚 好 那如果你还有余力 你再去看看 边边角角 好吧 好 这是国际税收的框架 然后接下来咱们进入到这个正式的内容 来看一看第一节国际税收协定 那首先什么叫做国际税收协定啊 咱们来看一看概念 说这个国际税收协定也叫国际税收条约 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或者地区 为了协调相互间在处理跨国纳税人征税事务 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税收关系 本着对等原则 竟由政府谈判所签订的一种书面协议 或者是条约 好 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和新加坡政府 咱们就可以坐下来谈一谈 看看咱们之间涉及到我们的这个居民 是吧 他互相在对方的国度里边 可能有一些业务 那应该怎么去征税啊 咱们考虑考虑怎么样避免重复征税啊 是吧 那这个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这个管查权的确认问题 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协调 怎么样去处理 那这些事 其实咱们最后就可以签一个协定出来 它就叫国际税收协定 那这个国际税收协定其实就是我们国际税法的源源 说到国际税法 其实就是由一个一个的这种协定啊 这种安排来构成的 好 接着来看一看国际税收协定的范本 也就是母版 就是国际税收协定在签的时候 咱不能说从头到尾给它原创一个啊 所有东西都是原创的 不现实 因为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这个模板在这放着了 那我们可以直接上来对某些条款做一些修修改改啊 就可以用了 那在这儿 国际税收协定的范本有两个啊 有一个联合国范本 也叫UN范本 还有一个经合组织范本 也叫OECD范本 那这两个范本 咱们要了解一下它们的各自特色 首先联合国范本 它较为注重扩大收入来源国的税收管辖权 多被发展中国家采用 你想联合国里边 那涉及到的这个国家是众多的啊 有发达的 有不发达的 有这个发展中的啊 所以这一块呢 它是多被发展中国家采用 而经合组织范本呢 那经合组织的这些成员啊 它都是这个发达国家啊 所以它呢 跟咱们这个联合国范本里边的侧重就不太一样 它说虽然在某些特殊的方面承认了收入来源国的优先征税权 但是主导思想强调的是居民税收管辖权原则 这个多被发达国家采用不太一样 那咱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吧 比如说中国啊 作为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那现在咱们招商引资 吸引外资啊 这个是应该说是比较普遍的一个政策吧 各地都在吸引外资啊 外资过来来进行一个这个 比如说开启业啊 做生意啊 然后来活跃我们的经济 好那现在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 比如说有一个 美国的公司啊 来到了中国来进行发展 那么这个时候 它从中国赚了一些钱赚走了 那么我们怎么样征税呢 首先我们站到中国的角度来说啊 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那我们认为你美国到我们中国来赚钱呢 那我们中国就是你的收入来源国了 好那我们的这个税收管辖权应该是更优先一些 好我们得对你这个所得征税 对吧 你从我这赚走钱 你要在我这交税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我们再站到美国的角度来看 好那美国呢 他就想了啊 说我们到这个全球各地去进行这个经营啊 哎那我当然承认你收入来源国的优先征税权 但是我更想的是什么呀 更想的是我的居民税收管辖权 就这美国公司 它是我们美国的居民哈 哎那我呢 交对他征税 这是出于居民管辖权的这么一个原则 所以你说这个税到底交到哪 应该由哪国来扔呢 它实际上啊 是有不同的考量的 好吧 那联合国范本里边 哎就更加注重应该说保护我们这个 收入来源国的这个税收利益了 而经合组织贩本呢 那就是更多的相当于是倾向于发达国家 好 所以这是咱们的两个贩本的这个特点啊 简单看一看 然后接着我们又说到了国际税收协定 它的一些典型条款的介绍 在我们的这个内容里呢 它是拿中国和新加坡签订的中心协定来做贩本的 因为这个协定呢 相对来说是签的这个不错的啊 内容非常的完善 可以当做典型的啊 好那这里边呢 具体内容我们就不多说了 好因为这个协定咱们跟好多国家啊都签了 那这个协定的条款呢也是非常繁琐的 对于大家来说咱们应付考试啊 不需要花大量时间在这儿 我们只说一些这个典型内容好了啊 首先有一个税收居民的概念 说税收协定中缔约国一方居民 是指按照该缔约国法律 由于住所居所管理机构所在地 总机构所在地 注册地或者任何其他类似的标准 在该地约国付有纳税义务的人 好也就是居民身份 这事咱们要搞清楚哈 好那税收上的居民 咱们中国是怎么判定的呀 哎那来想一想吧 咱们学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啊关于纳税人那儿 咱们都是按税收管辖权进行了划分的 把它们分成了居民和非居民 那划分的标准不一样 回顾一下吧 啊比如我们个人所得税里 那个居民是要满足什么条件呀 哎你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就是居民 啊那如果你在中国境内无住所 但是在一个纳税年度里居住满了183天 那你也会变成我们的居民 好所以咱们这个个人所得税里 居民的判定呢 是看住所和居住时间标准的 另外我们企业所得税里居民怎么判定 它是看注册地和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标准的 好你只要是在中国境内注册成立的哈 那你就是我们的居民 如果你在境外成立 但是你的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 那也是中国的居民实质重于行事 好这是咱们回顾了一下啊 咱们国家的所得税里对居民的判定 那接着中国有中国的标准 那新加坡也有新加坡的标准哈 他有他判定居民身份的一个标准 那现在哎如果说某个人或者某个单位 他被双方都认定成居民了 那这个人岂不是很惨 是吧双方都按照居民一样对他去 这个全面的征税啊 那他就很惨了 那最后咱们还是要敲定一下 到底他是哪国的居民 好吧 所以在双重居民身份下 最终居民身份的判定 咱们是有一套方法标准的 对于个人 或者是对于这个公司和其他团体来说 不太一样 咱们分别看一看 首先对于个人来说 如果这个人啊 他被中国和新加坡都认定为了居民 那咱们怎么样去判定 他到底是哪国居民呢 这儿依次是看这些标准的 先看永久性住所 好 这是关键的 比如说一个中国人啊 还有中国国籍 但是他啊 这个有这个新加坡的可能就叫绿卡吧 然后他永久的在那居住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我们就认为他是新加坡的居民王 他解决不了 再看重要利益中心 还解决不了 看习惯性居数 最后看的是国籍 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清楚 实质重于行事 啊 并不能因为他是中国人 他就必然是咱们的居民 好吧 所以国籍是我们最后考虑的一个点 好 国籍放到最后 这是对于双重居民的个人 他的最后判定 那如果是公司或者其他团体 被同时认为是 这个缔约国双方这个居民怎么办 那我们最终就操定 他是实际管理机构 住在国的居民 可能他注册在中国 但实际管理机构在新加坡 那最后我们中心协定里就说了 那他就是新加坡的居民 这么来判定 总的原则都是实质重于行事 好 来看一个题目吧 一个单选题 说下列 关于双重居民身份下 最终居民身份判定标准的排序中 正确的是哪个 稍微浏览一下 看最后就知道了 我们说了 国籍是最不重要的是吧 这个是形式 当然是最不看重的 所以国籍肯定放到最后 那A就是正确的 永久性住所 重要利益中心 习惯性聚处 国籍 好 那接着 看完了那个点 我们再看下一个 关于国际税收协定管理里边的一些问题 在这儿呢 我们要介绍一个概念出来 叫做受益所有人 什么叫受益所有人 它是指所得 或者所得 具以产生的权利 或者财产 具有所有权 或者支配权的人 也就是真正那个受益的人 能够享受受益的人 好吧 那什么时候 我们需要进行这个 受益所有人的判定啊 这儿强调了 说在申请享受我国对外签署的税收协定中 对股息利息和特取权使用费等条款的税收待遇时 那缔约国居民需要向税务机关提供资料 进行受益所有人的认定 举一个例子 这些文字呢 其实看起来是这个比较绕的 我们举例子就非常简单了 比如说中国和新加坡签订了税收协定 那对新加坡的居民 从中国这儿赚走的股息红利 假设咱们给一个优惠照顾 咱们只征它7%的这个所得税 就是预体所得税征它7% 那么这个时候 注意咯 你得证明你是新加坡的税收居民 是吧 你才能享受这个待遇 好 那假设有一个新加坡的公司 他就从中国这儿 赚了一笔这个什么股息利息特取权使用费 那他能不能享受这个优惠呢 我们要看这个新加坡 这一方 他是不是真正的受益所有人 如果他是真正的受益所有人 那他就能够享受咱们的中心协定里 给新加坡人的这个优惠 那如果他背后呢 还有人 他背后其实是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人 是真正的那个控制人 好 那这个时候他还能享受中心协定的优惠吗 当然就不行了 那咱们要透过表象看到实质吗 是吧 他就不是真正的受益所有人了 在这儿 咱们要进行一下受益所有人的认定 认定呢 这个优惠我们得给到该给的人头上 好 道理想通了哈 接着在这里头 还有关于受益所有人的一些判定的不利因素啊 还有一些情形 我们直接判定 他就是受益所有人的 好 这些个情形 咱们简单的看一看 梳理一下啊 我会举一些例子 大家能够听明白就行 像这些点呢 都是可以出选择题的点 但是如果你确实没有精力啊 那这块呢 你也可以忽略 好吧 好 咱们来看一看啊 说下列因素 不利于对申请人受益所有人身份的判定 也就是说呀 你不是真正的受益人 你的背后还有别人 那个人才是这个幕后大佬 你是被操控的幕偶 好吧 好 那来看一看吧 比如申请人 有义务在收到所得的12个月内 将所得的50%以上支付给第三国和地区的居民 这个新加坡公司从中国赚了钱 但是他留不下 他得给别人 那12个月内要把50%以上给别人 那背后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受益所有人 他就不是了 或者申请人从事的经营业务 不构成实质性经营 这个新加坡公司啊 他根本就是一个皮包公司 就是一个壳 那也不行 背后肯定有人 另外缔约对方国家地区 对有关所得不征税或者免税 不征税 但是实际税率极低 那这样的地区的这个 纳税人呢 那通常就是壳了啊 然后在利息据以产生和支付的贷款合同之外 存在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 在数额利率或签订时间等方面 相近的其他贷款或存款合同 好 比如说这个新加坡的公司从某国啊 他带来一笔款 然后呢 他在这个带给中国 从中国这赚利息 啊 那你想想 是不是中国付给新加坡公司利息 新加坡公司还得再给人家 上面这个某国的公司啊 哦 那实际上这个新加坡公司 他也不是真正的受益人吗 是不是 也是背后有人吗 好 那当然 以此类推 好 特取权使用费账 也有这种可能性 好 某国的公司 把这特取权啊 授权给新加坡公司 新加坡公司再授权给中国公司 然后这个钱呢 也是一层层的往上付 那其实 真正的受益人就不是新加坡公司 而是他背后的那个公司了 那你说这时候 新加坡这公司 还能够享受到我们的水收优惠吗 享受中心协定里 给新加坡的居民的优惠吗 哎 就享受不了了吗 好 所以说 这些情形啊 存在的话 那都会影响我们对申请人 受益所有人身份的判定 大概率的 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受益所有人 背后有人 好 接着再来看一看 有一些情形呢 咱就不用去猜测 不用去怀疑了 直接判定申请人 他就是这个受益所有人好了 好 若下列申请人 从中国取得的所得为古希实 可以不根据上述规定因素 进行综合分析 直接判定申请人 具有受益所有人身份 好 比如说 啊 是缔约对方 政府 哎 说是新加坡 政府 他投资于中国的 假企业 从假企业 取得了这个 古希 那这时候 你还怀疑政府吗 不用怀疑 那当然给人家 这个中心协定里的优惠税率了 给优惠待遇 好 再有就是 缔约对方 居民 且在缔约对方 上市的公司 好 这个新加坡企业啊 是一个这个 在新加坡注册的 并且还是一个上市公司 那信誉 肯定很好 肯定有什么实质经营啊 因为上市就不容易嘛 所以我们信得过他啊 或者他是缔约对方的居民个人 就是一个新加坡人 好 是个新加坡人 那咱们就给他这个 收益所有人的 这个待遇就好了 好 这是直接判定有身份的情形 当然 他这儿说 取得的所得得是 古希实啊 古希实 那接着又说第四条 申请人 被第一至三项中的 一人或者多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 百分百的股份 且间接持有股份情形下 中间层为中国居民 或者是缔约对方居民 好 也就是说呀 有可能啊 他这个中间 还经历了很多层 啊 并不是说 这一个新加坡的公司 直接持有咱们这个 中国公司的股权 来赚到古希的 啊 他是被这个 第一至三项中的 很多人来控制 比如说 新加坡的政府 下边有一个企业 啊 然后这个企业 又投资了 这个中国企业 然后从中国企业赚多钱 那你说 这个时候 这个新加坡企业啊 他从中国这赚走 股息红利 啊 他算不算受益所有人呀 当然算了 因为他背后的人就是 新加坡政府嘛 对吧 哎 或者他的背后是 新加坡的上市公司 是新加坡人 那么这时候 我们都可以给他优惠 没问题 没问题 啊 因为 因为无论如何 他都是能够享受到这个优待的 哪怕是新加坡政府直接从我们这赚 这个股息 他也是能享受中心协定的优惠的 所以 政府在通过这个企业 再投资咱们啊 那这个 新加坡的企业 我们也直接给受益所有人待遇 他不会沾咱便宜 咱是把这个优惠真正给到了 能享受优惠的 那一家 好 这是关于身份判定的问题 另外注意一下 代理人或指定收款人等 他们不属于受益所有人 因为他们只是帮忙的嘛 他们肯定不是真正的那个受益所有人啊 好 这是关于受益所有人的概念 了解一下 然后接着再来看 说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 这个税务管理 哎 你说你要享受中心协定理 咱们给新加坡的优惠啊 比如说正常情形 咱中国呢 要给外国支付这股息红利 是要预提10%的这个所得税的啊 那现在我们中心协定 假设给了7% 哎 那我就按7%好了 好 那这时候 非居民享受待遇 哎 要怎么样去操作呢 这儿呢 给了一个原则 就是自行判断 申报享受 相关资料 留存被查 好 了解一下就好了 好 接着再来看一看 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税务管理 这儿呢 提到了一些程序性的问题 有一些小点呢 是可以出选择题的 但是讨的几率也不高 大家有余力去看看啊 说企业或者个人 为了享受中国政府对外签署的税收协定待遇 可以向主管其所得税的县税务局申请 拍去税收居民证明 比如说咱中国公司跑新加坡去做生意了 那咱按照中心协定是有一些优惠的 有一些优待的 那我得证明我是中国的居民 我才能够享受到新加坡当局给的待遇 那这时候我怎么证明我是居民啊 那就开一个税收居民证明好了嘛 找这个主管其所得税的县税务局去开啊 然后申请人 可以就其构成中国税收居民的任一个公立年度 来申请开据这个税收居民证明 那只要你这一年里你是居民你就能开啊 再有主管税务机关在受理申请知识器 十个工作日内啊 由负责人来签发这个证明加改公招 或者是我不给你开 我得把理由告诉你 然后主管税务机关无法准确判断居民身份 哎你这个到底是不是中国的居民呀 我不知道啊 那就及时报告上级税务机关 那需要报上级的主管税务机关 应该是受理申请知识器 二十个工作日内半节 应该有一些实现制度了解一下 好这样我们就把这个第一节的内容 国际税收协定的问题说完了 好说了这么几件事 首先是咱们国际税收协定里的两个范本 联合国范本和经合组织范本 另外又说了一些啊 这个税收协定里的典型条款 尤其是提到了这个双重居民身份的问题 对于个人来说 咱们双重居民身份 最终它是哪国的居民 咱们怎么判定呢 这有这么四个标准 最后一个是国籍啊 注意安顺序来 而法人呢 咱们是看实际管理机构 它就是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国的居民好了 接着又说到了一些管理的内容 比如说受益所有人 受益所有人是什么样的人啊 什么时候判定对他不利 什么时候我就不用怀疑啊 直接给他判定为受益所有人了 另外 非居民享受协定的待遇啊 它是怎么样的 自行判断 申报享受相关资料 留存被查好了 另外咱们居民要享受协定的待遇啊 那去开一个是说居民证明吧 找谁去开啊 然后呃 什么时候开 什么实现开完啊 等等 这个都简单的了解一下 总体来说 第一节里没有什么太多的考点啊 可能经常涉及到考核的 就是双重居民身份的时候 咱们最终确认它是哪国的居民啊 这个判定的原则 就是双重居民身份的 对面的 就这么厚了 绝业的重居民身份的 就是双重居民身份的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绝对双重居民身份的